陆定发来25岁重庆人太原工业学院 经济学专业 大家好 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 能吃苦 在大学的时候干过班长 做过兼职 期间呢 我阅读了近200到300本的图书 并且每天坚持写一篇日记 每天坚持记账 坚持了五年 直到今天 今天呢 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想为自己寻求一份销咒 或者培训助理的岗位 谢谢大家 家里几个孩子 我姐和我 但是我俩的差距比较大 我姐姐比我大17岁 对 那你爹妈都 我父母接近七旬了 说明你爸妈是多么想要你呀 是 我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 谢谢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上 家庭生活条件怎么样啊 说实话不是很好 我记得一件事 就是在08年的时候 我中考 因为要到我们的区县嘛 去考试 那个时候呢 我爸居然连138块钱都拿不起 所以一直以来你都挺想赚钱 是 然后为父母这么大的年纪 尽可能地想到你的福是吧 是的 那你刚才说你还记账是吧 是 我基本上从大学开始 我就每天记一下我每天的花销 你记这个干嘛 一方面是我想了解到 我自己每天花了父母的多少钱 第二个呢 我想我记到80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经济历史上 社会群体消费的一员当中的一个历史证据 四马千写了几个时代 我就写了我自己一个时代就行了 那你这个账本是 就只有数字还是趣味性的 会写一点东西 每天比如说我吃了鱼香肉丝 我会把鱼香肉丝多少钱多少钱写下来 然后中午晚上早上这样记 不是你好可怕呀 没有因为 不是你是不是谁说了你 或者是小本都记下来 是有 太可怕了 你有女朋友吗 现在有 你给她花钱你记吗 记 我俩都记 太可怕了 有账本在这儿是吧 对对对 对 来来来 让我翻一翻翻一翻 上海那一楼是名誉的 只记到大一 后来他也不想家里要钱了 中间那楼是明哲的 自打去美国亲工俭学 也没花过家里钱了 剩下的都是明成的了 我的个老天爷呀 大哥买两块糖糊你也记呀 那不全家人一块吃了吗 我和你妈没吃 这个呢是我 14年9月份到昨天的全部日记都在这儿 账本可以看吗 对 账本可以看 可以念吧 可以念可以念 早饭 零 没吃 你记他干嘛 中饭6块5 晚饭8块 今天最干净 合计 14块5 4月7号 早上2块5 中餐7块5 晚餐8块5 送人看病 40 送谁看病 我的摄友 他就是 他还你的没有 这个就不用还了嘛 因为 那你记下来干什么 那个摄友的小名叫什么 我们叫他库里 库里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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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仗义的事我来做 真仗义 库里啊库里啊 那个前几年4月7号晚上 你病了 人家送你去看病 40记在这儿啊 还有利息 还有利息呢 有良心的就还 没良心的话 还病 你太狠了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可以念一篇日记 因为文字能力 也算是一种能力吧 简单地念一段吧 好吧 天气逐渐转凉 这个凉 它显成了 神笔马凉的凉 不用忍受寒风刺脸 中风头痛的感觉 只觉许久不锻炼 浑身不自在 全身都出了问题 特别是右侧的脖颈 又有肿胀感 一定不要在这样的好的时代 这样美的年纪 损失掉自己的光阴 天哪 这是日记吗 挺励志的呀 这是牧之鸣耶 很励志的